唉 大过年的我家猫差点没会喵醒 这个年过的一点都不好 感觉一直有把刀就悬在脖子上 最近他精神头恢复了 给你们讲讲发生了什么 首先一件事就是他又改名了 之前买回来就一直生病 因为身体太弱了 我就给起了个名叫敖拜 毕竟敖拜是满清第一勇士嘛 就涂他身体健健康康了 然后也没耽误他生病 有一次粉丝半开玩笑说 能不能是因为名字太大了 背不起来 当时我就决定给他改名 想了一宿改名叫梅饼 寓意梅病梅栽 很多粉丝说这名起的不错 寓意好叫着也好听 然后有亲友说这名不好 梅又叫梅子 我这刚结婚叫梅子 当时没当回事 毕竟有点太玄乎了 然后隔了几天猫生了场大病 去医院大夫说要么是船父 要么是淋巴流 要么是克罗恩 当时我都懵了 合着专挑吓人的病别 因为第二天就过年了 只能开消炎药先回家打针 有时候人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真的会信些什么 因为我总叫我家猫大耳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名把他叫没了 纠结了一天春晚都开始了 这时候主持人说 祝大家健健康康 平安喜乐 我说得 就叫这个了 这主持人的台词一定好几个人审核 叫这个名准没错 从此我家猫就叫健健康康 平安喜乐了 就这么长 从过年到现在 小家伙也恢复了惊人头 就在我做这个视频之前倒垃圾的时候 我发现我家门口的对联 最后四个字 就是平安喜乐 哼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 反正不管有没有关系吧 以后我叫他 还有你们叫他的时候 这个名字都是一种祝福 对吧 健健康康 平安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